這個林老師 你認識一個女生 她出現卡到陰的狀況 是為什麼 對啦 就是有一次 我跟她去一個廟 她說她家的祖先 仙人的那個公馬牌放在那裡 她就要去納古塔那裡看 我是不跟她去 廟裡有人帶她去 她就說回來之後覺得怪怪 身體怪怪 常常會覺得那個手臂 一個手臂都是涼的 她是從這個事情 才去發現她家族的一些事情 這個非常特別 那發現了什麼 她本來都不知道家族的事情 後來去跟她爸爸談才知道 就說她以前可能是 台北這些廟空大了 爸爸的兄弟有兩個很小的時候 爸爸的兩個個個 在他的廟空裡面死去 他們爸爸的爸爸就是他們阿公 好像是古早 我們說咖啡雷 會發天酒帝 所以後來就跟她的阿嬤離縣 她的阿嬤 她的老爸就對她的阿嬤 她的阿嬤也有國際 所以她覺得她阿公都不顧她阿嬤 不顧她阿公 所以她爸爸對她的自己的爸爸 就是說她爸爸對她阿公 心裡有懷恨 有恨意 可是整個月有得到他們的財產 對 確實在是要說 對 得到他們的財產 結果 結果幾年前 他們才知道說有的有線的 說說人家裡面拜的 他說他們只是拜他們阿嬤而已 就沒有拜 他如果說這生的家族的公嬤 是放在廟裡拜 去問起來那個線的 如果指點說這個 不是公嬤拜是新主拜 說不是說現在你們公嬤 那是不知道外面的什麼領來 她現在慢慢自己已經去卡到了 去刷到了 現在慢慢了解家族的一些事情 她有拿到人的財產 教育是要拜才對 所以他們現在有在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沒拜會出事 實在是有拜 放在廟裡人家不去 也都會拿錢 廟裡 廟裡都會送金 創什麼 可是這個就是很奧妙的事情 你以為你的仙人過世了 你好像跟他沒什麼關係 其實那個關係 那個隱形的關係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來 我剛才聽政大哥說 我想說我的文二是 文三二分局 我的一個學長 嘉義大義同步人 對 有一天就是他們阿爸過世 過世請桑架正常 那回去之後回來上班 每兩個禮拜 他們老伯 不是 他們老伯的床 對他們阿伯也死掉了 死掉他們阿伯是不能請桑架的 你自己沒關係 對 他阿伯死掉過世之後 又不到三個月 他們青檔那死掉 青檔那是年輕 年輕 我們學長四十四年次 那個時候算年輕 半年之內死了三個 我跟他上班 有一天他說 我不會走路 我說你怎麼不會走路 他本來有痛風 還有另外一種不知名的病 那個病我不知道 一家家就不會走路 我就跟他碰 我背他 因為我媽媽在台大醫院 我就背著他 因為看我老母 我就趕他去掛急診 而且想說他半年之內 老伯阿伯住那裡 他就很奇怪 去了一家廟 那個廟他有介紹我 那個廟跟他講說 你家 你阿公 他的房子 金水 我們的董事 你親才說 我們家住三邊 中部那邊就沒有海了 要喝水 不在意 我有餐在中部 他說沒有海水道館 沒有可能 距離蠻遠的 他後來他又掛急 第二次急診 又是我背他去 集美綜合醫院又掛急診 他回去想不對 他說沒有 他回去看看 他在請那個土工 把他阿公就摸 他挖起來一看 那個放在頭裡 那個水進一半 在裡面 雞水 旁邊一條蛇 那條蛇 一兩公尺長 一公尺多 他弄一弄 乾乾淨淨 骨頭啪啪的說 好 腳不痛 然後我另外一個 我的同學 他們老爸老母生六難印尼 一家總共八個人 九個人 我實在他們老爸開始 短短的不到十來年 老爸價錢 一個兄弟縱台市 一個家部防兵 老母市 大兄說 你再來 用槍的 槍的 他們天主真不就掏骨頭 沒有在掙骨頭 他說我母國在售這個 大兄市 市到 換消�my市 消豁市後 去年換他們第三個 換他們都市 九個十七個 剩兩個 他跟我講說 他家的祖焚 還是他家的風水一定有問題 我說你們基督徒 不是 你們天主教徒 不然就聚焗了 不然就像這個 到現在為止 他身體也不好 剩下他跟他一個哥哥 兩個在一起 祖老師你覺得這是怎麼樣 我現在說 你像那個風景一台在淘汰 它旁邊都一定有棺子 為什麼會積水 我現在說你聽 它這個棺子在 現在放在這裡 它這個蓋 它上面是在蓋 這個風景 這個蓋是一個 比因這個風景比較大 那個怎麼樣呢 其實那個叫水汽 你現在看那個水 比那個什麼還清 骨頭現在裡面水是清的 它會燉底 它是怎麼樣 以水 以水 它會不會蓋進去 然後這樣沾進來 它是沾進來 所以那個是等於是蒸餾水 蒸餾水的道理 所以它已經很久很久了 幾年前有發肚子 它那個風景 因為我去擠過很多這個 裡面擠水很多 我剛剛講說積水 他不相信 我放起來裡面的水 真的要燕 沒有那麼簡單 你會嚇不起來 因為那個裡面還有骨頭 加上那個水 那水多清 因為那都是 給你說的 像礦泉水 比礦泉水還要清 真的 因為裡面骨頭都看起來 對 我放在那裡 黑鎚木炭 黑鎚什麼 每一行都有 因為又是 那個黑鎚就是要讓它 怕濕 怕濕 但是它已經不是濕了 它已經就是水 它是水蓋在那個蓋 那個蓋上面 還要沾下去 那怎麼鎚呢 鎚是不可能進去的 鎚是不在裡面 它在旁邊 鎚一定在旁邊 那鎚有什麼意義嗎 鎚來講 通常有鎚來講的時候 就表示說 因為鎚你會記得 鎚都一定兩位 你看到一位 一定要一位 沒有在 蛇都這樣子 現在兩位在那裡 蛇嘛 一負一貴嗎 對 它會整個冬 這樣喔 你現在看到一位 你會記得 它有可能就在第二位 那謝老師你也曾經接到 一位東部的案子說 有一個家族 一年內走了三個南丁 對 我先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一般來說 通常那種墓地的話 它你其實看墓碑就知道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以前它用墓碑 那個都是 它用石頭刻的 它會有 那個是有毛細孔的 所以它如果地氣 水氣太重的時候 它那個下面 會慢慢慢慢黑上來 所以你看到 有那個紋路的話 就裡面一定是 一定是那個裡面有水 然後第二個它裡面 有時候它 有水就會傷害 那個子孫嗎 對 因為它是泡在裡面 第二個 你看它的前面的那個 那個頭前那個壁有 如果你看它那個中間縫 有時候那個會有那個泥 泥水這樣子跑出來 有泥的邊的話 那表示那個地本來就濕了 有時候地氣一熱的時候 它裡面倒吸水有沒有 摁的那個裡面 它因為熱又濕 就會像我們房子 有時候它倒吸水邊 就連的那個流下來 但是要特別注意 就是裡面如果 剛剛提到說有蛇的話 通常顏色越黑 越藍 問題越大 你說蛇嗎 蛇 如果是裡面有龜的話 那就是好的一個象徵 但是剛才講就是說 有一個客人 他是在應該說這樣 當時有一個在這個 東部的一個案例 它當時是怎麼樣 因為發生一些事情是 它下一頭突然間 就是連續一年內 連走三個人 但是他突然間就是說 因為最後一個走的那個 最年輕 太年輕了 後來走了以後 他們就開始 那天晚上就是整個 搬完商禮以後 大家想 那這個事情 人家想說 走就是走三個 就讓事情到這邊告一段落 結果沒想到 走掉了 最後那個年輕人 因為他還沒有結婚 當天晚上他回來託夢 那當然他的這個家人 就夢到說 他回來說 這個他實在很不甘心 因為我這樣莫名其妙 這麼年輕我就走掉了 所以他還要再帶走一個人 當然這個時候 這個家人夢到這個人 一定嚇到了 然後就起來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 你知道嗎 他昨天回來說 他還要再帶走一個人 他不甘心 這個話一講出來之後 沒有想到旁邊坐的家人 嚇一跳 因為旁邊坐的每個人 昨天晚上都做了同樣的夢 那這個嚇到了 立刻打電話 找不到 老師能不能立刻坐飛機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東部還有小飛機 我說好 那這個 基本上你這個就是 問題就大 所以他必須要機空關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通常會有這種 連死三個人的情況 是依照他的這個生效 生效 他有一些方位 是不能夠做的 所以一般來說 這個犯三殺的時候 這個家裡頭 如果一旦 你放在這個位置裡頭去的時候 那麼就會連走三個人 在一年之內 但是如果 如果他是夫妻的話 這個是 這個以前這個古書裡頭 他有特別提到 就是這個前根本是夫主位 所以你放這個位置 是先生的位置 你不能放錯 這個昆遜這個地方 莫座七道場 這個基本上來說 他會有一個方位上的問題 好 夫埋七位 七疾死 七葬夫禄 夫變亡 也就是說 你葬錯了方位之後 他在短期內 就是大家剛才講到 一兩個禮拜以後 就會走掉 這個所以他有時候 大家在做這個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有時候 幫你做的人 他可能只是挑個 好日子好時間 可是我們自己還是要注意 了解 剛剛謝老師在講說 那裡面有蛇就不好 越黑越不好 對 如果有龜就好 對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美國開公司 美國也有地方 也會做大水 結果員工 老闆回來 他要請他親公 今天做水之後 那個水淹起來 我來一隻雞很大隻 說多大隻 我這隻雞有這麼大隻 結果呢 我來打招呼 不是好話 不是好話 撞到老闆給他帶 他說你不知道那隻雞蛋多少錢 他們還是也是認為說 那個是好事 對不對 龜那麼大來 他們一般他通常在挖 那個地的時候 挖下去裡面 如果挖 有時候你看 那個地埋了多久 他埋在裡頭 挖出來那個龜還是活的 那表示那個地氣很好 第二種是他們挖起來的時候 那個土因為他有地氣 那個氣場 他會讓那個土變成一層一層 不同的顏色 所以你會看到他有一層一層 他甚至接近到這個 我們講五個顏色 所以以前說 這個叫太極雲 看起來很像 那個太極的這個形狀 那都是好的情況 開玩笑 菇沒來 我和醬油也要過吃晚了 好 那這個志偉這邊也有故事 對 我是以前小時候住高雄的時候 然後住我外婆家的附近 然後是有一間瓦斯行 那那個是我們小學同學家裡開的 就不是我的同班同學 就是隔壁班的同學 然後就有一天就是 那個瓦斯行就爆炸 因為可能因為瓦斯怎麼了 那爆炸就家裡面就是 傷亡慘重 對 就是包括爸爸媽媽 然後兩個姐姐 然後還有阿公阿嬤 就是死了六個人 那他沒有 這個同學他沒有死 是因為他 阿姊帶他出去玩 所以他不在家 對 不然這可能就是全家都走掉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新聞也其實都有報導 那當然大家在學校就會講 講說他好可憐 家人全部都沒了這樣 因為他們家 家人就這樣 就是他爸爸他叔叔 阿公阿嬤 然後跟他媽媽還有兩個姐姐 他全部都沒 只是他叔叔跟他 那就等於是說要辦這個後事 就跟我們剛剛講那個彰化的案子 有點類似 那這個叔叔就是 等於是說也是在家人 集體的頭七的那一天 然後叔叔也是出車禍 然後就走掉了 所以就只剩下一個人而已 他那時候才小學四五年級的小孩子 他要面對家人全部都走掉 所以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就遠房親戚來協助 然後就等於是說 就後事處理完的當天 他們還是有辦所謂的解會酒 就是有請客什麼的 我都是聽長輩講的 然後那一天就是有一些遠房親戚來幫忙 那就只有這個小孩 那看以後怎麼辦 那那結果我在那一天 就是幫忙辦喪事的 那個應該算是堂舅還是表舅 在那一天解會酒 大家在吃東西的時候 阿公去嫁到也跑掉了 所以你想說怎麼會發生就很難想像說 怎麼會一個連環一個連環來這樣 那當然這個同學最後怎樣我不知道 因為後來我也搬離開那個地方 你就覺得說這個真的是 有時候你不想去想說 他跟玄學有關你也很難理解 那你再看這個 這什麼 這是一副官場對不對 這個是前一陣子在中國的河南 發生的一件事情 兒子送爸爸出病 然後他們一行隊伍 從那個公路要走上高速公路 要到火葬場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中國大陸是可以走高速公路 剛好一行九個人 臺官的臺官 哭笑的哭笑 結果一臺卡車來撞死 爸爸的棺材外露 你看這邊還有個臺官的死在這邊 九個人全部死掉 就是爸爸出病 九人陪葬 裡面包括他的獨子 所以這個你也很難想像 那當地人就在講說 這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詛咒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遭遇死幾個 遭遇死幾個 這真的兒子抬棺材 沒有 他兒子代孝出 那有幾個臺官